原标提飞骂只眼傻白甜,还能成为收任女王唐燕,究竟有多能打? 自从卓伟大大被封号之后,很多网友都认为他会演员,可是实际上卓伟工作室的小号,依旧在低调地搞事情。 前几天突然名列,案里爆料唐燕怀孕唐燕那边,虽然第一时间初来澄清没怀孕,但官宣结婚没多久的赵丽莹,突然宣布,怀孕下的网友们立刻大开脑洞,猜测唐燕是不是也怀了豆瓣额组的网九,还分析的有理有据说,唐燕穿的平底鞋感觉。 罗静和主持人都很顾着他,一定是怀孕的表现,网友都是富彩和奇才的,说得小编都快信了唐燕怀孕,怀孕小编看不出来,只能看出唐。 燕的身材依旧瘦的一批重点是,在被称为照妖镜的视觉中国镜头下唐燕的颜值和身材,居然还这么能打? 站在旁边的唐姐夫罗静看媳妇而看了那叫一个身形宽宽,现在粉丝用彩虹屁嘎吹炎,只已经没有竞争力了饭圈比的,都是各家的生图乌修图的颜值比拼,才叫有图有真相。 唐住高清镜头的女明星,才配要先与大家品品唐燕的乌修生图是啥水平,反正小编有种想送他十七肉的冲动,有这样的老婆,难怪罗静在哪里都要两眼也无能力。 超能打的演员行业,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能拉动收视率的,才叫万里挑一最近有网友根据近几年的收视,率数据总结出了四大收视女王,孙丽,杨幂,赵丽颖,唐燕,这几位扛收视的能力,真的是不服不行,唐燕出道,至今首握七部女主破衣,五度一番破衣的剧,包揽了四个一线平台,收视年贯抛开傻白甜角色演得有点多不说, 这业务能力也是没塞的,即便是积压了六年的格子间女人,首播大晚浙江卫视CSM52城收视率达0.72后期,还反超的新剧之宝国久见有目有,六年时间,唐燕从单身到结婚,再到被传怀孕电视剧 积压这么久收视,居然还这么能打小编只能说秀,太秀了虽然这部剧画面之中充满了年代感,但是挡不住观众爱看看格子间女人,斗扮7.4分的成绩,在国产剧中,也算是很能打了吧。 神奇的是这部老,剧居然还拥有逆致热度手部蹭蹭上,冲上热搜把话题阅读轻松破译,究竟是剧能打,还是唐燕能太打了? 面对收视和热度双优秀的成绩,认真追剧的小编只能说,剧和唐燕都能打超能打女精英然而,即使唐燕的剧都很火,她也没少为人吐槽角色单一,太爱演傻白甜but,唐燕在格子间女人,你的角色跟傻白甜完全不搭边,而是职场白领女精英啊。 其实唐燕的这部剧早在2012,年9拍了被押了6年,最近才正式上星开播,如果不是这部剧迟迟没播唐燕早就不会被,人吐槽这么些年傻白甜,真是白哀骂了剧中唐燕饰演的销售行业精英唐燕可以说是,人设相当能打女人在职场打拼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多少有梦想的女孩子,像唐燕一, 样被身边数不清的压力包,围着只一get抗压技能和优秀的心理素质,才能在职场继续,持逞职场压力,一旦工作完成的不顺利领导就会开启我不听我不听,模式直接扣工资,在风云莫测职场中,即便是自己的下属也有他们软刀子斩,对下属只会跟着能带他们上升的领导,一旦谈兵失去晋升的竞争力下属, 也会立刻选择跟随其他人搞扫和上下集的,关系还不够更要与公司同级竞争对手勾心斗角,每天明里按理是伴子巴不得己对走, 你在公司之外,还要迎合客户因为销售和空,一言不合就可能告吹,但是为了业绩必须, 对了客户穷追不舍抗压小能手,在耳于我大的职场中,傻白甜,一般活不过三级可谈兵, 却是个八面玲珑的姑娘,拥有超强抗压能力,应付上司和下属提高业绩才适应实力他, 获得出去自己的时间,加班加班,再加班面对竞争对手的冷嘲热讽谈总也修炼了一身, 金钟罩铁布山无论对方怎么招倒,都能不为所动一心干事业客户,再忙再难搞谈总也, 能抓住一切时间,让客户在订单上签字,见惯了职场潜规则的谭宾,深谙职场生存之道, 大家都会顾着自己手头的事情没人管你过的,好事不好只有自己强大起来,才能搞定一切爱, 做隔子间女人,不亦好在还有爱情, 我为谭总在爱情上上进展相当顺利说起来,和现实中的堂堂,居然还有点像谭总合章, 男分手却找到了一个,能给自己温暖的男画家沈培妈给爸爸李承炫饰演的沈培可以, 说是谭总奋斗生涯的白月光,虽然不能帮谭宾升职加薪, 但有艺术化加持的男神温柔,又贴心不过不知道之后,剧情如何发展, 我为谭总的爱情会不会一直这么顺利呢? 毒鸡汤,比鸡汤更有正能量,比起一般的开卦式, 职场剧女主角谭宾的工作和生活,充满了压力从职场竞争到父母催婚, 这才是真实的,职场女性每天要面对的东西这部剧, 就是在告诉大家女人,也能拼事业嫁不嫁人不住, 要重要的是,如何找到爱情在小小的格子间里, 谭宾在努力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在职场, 为未来奋斗的女孩子,总能在谭宾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女人, 在职场上,如同拼命三娘可内心也有不自信, 害怕失败的时候,因为只有小心翼翼的努力工作, 他们才可以靠自己,而不是靠男人生, 活才能支付得起,属于自己的房子, 在一线城市买房的压力,大家都懂得格子间女人, 也没有玛丽苏只有真实的职场, 可她并不是在说职场有多难熬, 而是在告诉大家,哭没有用只要努力才能未来可亲有时候, 喝点毒鸡汤比鸡汤更能让人充满力量, 仔细想想,唐嫣本人也是一种独立的性格这些, 连按部纠缓的拍戏,就算有恋情, 也不会刻意隐瞒靠作品一步步获得观众的喜爱小编, 只能说好剧不怕晚谁不喜欢娘新剧呢, 12月28日起,每晚19点30分, 在这间类似感受职场角逐每晚24点格子间女人, 芒果TV全网独播。